就是这辆小货车刚好停放在排水柵栏上 影响到结排水沟清淤作业 附近连通的排水沟也都积水不退 为了避免9月26号强降雨时 导致基金一路国道3号南下基金交流道扎道 因此发生积淹水 影响车辆上高速公路时的行车安全 接获成情的立委林佩祥 特地邀及市议员郑凯林于三发 新寮里长黄书云以及高工局市政府公务处 环保局等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不过考量一致有牌照的车辆 必须经过原因认定和一定的行政程序等相关因素 最后由林佩祥联络市长谢国良 下令台风天考量公共安全下 由警方先行一致车辆 再由市政府环保局和公务处人员进行清淤 确保山陀额台风万一带来强降雨时 减少扎道积淹水的情况再度发生 清淤跑步民众的生命产产安全 也为了应变灾害 公共安全为前提的前提之下 所以在今天晚上 可以今天晚上把这边清淤的状况全部完成 以免明天早上若是强降雨下来 会导致明天早上上班上课的通勤好朋友 会受到安全的灾害 所以市长以前有做了指示 你刚刚市长已经充分授权 为了保护人品的安全 这个公共安全 不然这台车卡在这边 然后假设底盘比较低的车子 你可以看得到这边 为什么很重视说这边 因为从低挖之外 这边是上坡 上坡上去你必须加速度上去 不然就会卡在 就没有办法直接上了杂道 但是如果说底盘比较低的话 很有可能就直接进水 那如果当下前面第一台 而且强降雨下来 路面的整个视野是很不清楚的 如果前面的车忽然因为进水 忽然因为进水而熄火 而后面车一下转上去的话 那会放着非常严重的连环车祸 所以基于这个前提 我一直在讲说 这边要赶快把行运完成 根据了解 虽然这辆小货车上留有联络电话 但是打过去都是空耗 而面临山坡额台风 可能强大风雨的威胁 最后由警方先行一致 在游市府相关单位 赶在台风侵袭前 紧速轻淤 结排水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